大家好 一直有传言说 习近平总书记是一个小学博士 还举例了种种证据 可话虽如此 我们依然是拒绝相信 一个运筹帷幄举国一尊的国家领袖 怎么可能只有小学文化呢 直到近期 习近平因为国内粮食紧缺 开始号召立法节约粮食的做法 让我们逐渐开始相信 那些说法可能并不是空穴来风啊 有人听了可能会感到愤怒 节约粮食有什么不对了 怎么就小学生了 你倒是把道理给我讲出来 那好吧 我就给大家举两个真实的例子 来讲一讲这个道理 就在1980年的时候 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教授保罗欧里希 他说未来几年内 由于地球人口增长过快 物质需求激增 地球的资源将面临消耗殆尽 到时候所有的工业原材料可能都会上涨 人类到时候不得不面临生活倒退的困境 听了他这个观点 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另一位经济学家 朱利安·西蒙教授就公开的嘲讽他这个观点 说你一个生物学家 怎么对大自然一点都没信心呢 西蒙就认为商品价格不但不会上涨 反而还会下降 那这个生物学教授保罗也毫不示弱 反过来嘲讽这位经济学教授 你挠的是不是叫绿体了 你一个经济学教授 连最基本的经济学规律都不懂 你还有点当教授 于是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后来经济学教授西蒙 提那咱打个赌 两个人就商定了选择五种工业金属 分别是个、铜、涅、锡和污 期限为十年 如果到时候价格涨了 那就算你生物学教授赢 到时候要是降了 那就是我经济学教授赢 结果十年之后的1990年 他们两个人选定的五种商品的价格 竟然真的像经济学教授西蒙说的一样 价格下降了 有一天经济学家西蒙就收到了一封信 里面是一张500美元的支票 这个生物学家保罗认赌服输了 那么其实这个故事里面道理很简单 经济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法 而是更多的需求会让更多的资本 去进入开采和探测金属矿的行业 结果在十年里面 人类社会发现了更多的金属矿 因为更多的资本投入 带来更先进的技术 导致开采的价格反而下降了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听懂 那么我下面再例举两个例子 就和习近平的思路更像了 美国的拉斯维加斯 是全美最干旱的城市 其实它先早就是建在沙漠里的 沙漠萍水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让习近平这个管理思路 来管理拉斯维加斯的供水的话 那他肯定是要疯掉的感觉 因为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这个沙漠城市从1990年开始 每年增长近6万人 而且也没有更多的降雨 增加供水 于是很多管理者就开始担心了 说你们这些五星豪华酒店的 这个水井喷泉太浪费水了 我们应该把它拆掉 应该让五星级酒店的顾客 号召他们节约用水 减少他们洗衣服洗澡的次数 还有你这个酒店里面 这个按摩浴缸太浪费水了 拆掉 那么这个听起来 和习近平号召节约粮食的做法 是不是很像呢 那么其实大家都知道 水井喷泉和这个酒店 所提供的服务 对于游客来说 是一种生活品质 它是会给城市带来经济效益的 那么一部分管理者呢 他和习近平有这种类似的想法 他建议说拆除水井喷泉 推广这个省水的政策 但是呢 有这一类想法的管理者呢 最终并没有获胜 水井喷泉得以继续存在 也没有强制减少顾客的用水 降低酒店的服务品质 而是采用引进价格高昂的 废水再利用净化系统 那么这个酒店的喷泉景观 和服务品质 让满意而归的顾客口口相传 进而带来了更多源源不断的顾客 从而产生了更多的经济效益 回过头来再支持 价格昂贵的废水再利用净化系统 导致的结果就是 从1990年到2009年 这快20年间呢 拉斯维加斯的人口啊 几乎增长了两倍 沙漠干旱降雨量不变的情况下 人口增加了一倍 并没有发生水不供应的情况 但是我们假设啊 如果拆掉了水井喷泉 限制五星级酒店顾客用水 衣服也不能洗 也不可以有什么按摩浴缸来洗澡 谁还花那么多钱 上你拉斯维加斯来旅游啊 你降低顾客的生活水准 那人肯定会越来越少 那就不会有足够的资金 来支撑这个昂贵的供水系统了 只会导致恶性循环 同样的例子 沙漠城市迪拜 它在发展之初啊 很多人都认为 迪拜这个地方不适合搞大城市 也不适合让太多的外来人口移民过来 如果这一类政策当初得以落实的话 那就不会有今天辉煌富裕的迪拜 大家来看看今天的迪拜 节约润水你个屁嘞 迪拜人冲马桶都是用的蒸馏水 蒸馏水哪来的 是用石油烧海水烧来的 所以啊 我们刚才那个例子当中 生物学家保罗和那些主张节省的管理者 其实都是一样的逻辑 这也和计划经济时代的 中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 说人口太多了 少生孩子才能饭够吃 和今天习近平节约粮食 号召政策听起来 其实都是同样的逻辑 那么正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今天的中国呢 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 支撑起了庞大的产业规模 和廉价的劳力 才支撑起来这个制造业强国的优势 那么现在反看 正是因为几十年前的这个计划生育 开始导致人口结构不健康 反而逐渐在拖垮这一优势 未来面临了很多问题 那么话说回来 怎么解决粮食不够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说啊 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就是要在不干预市场经济的前提下 可接着造 可接着吃 或者说让粮食变得越贵越好 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不缺粮食 说到这可能有人都听不下去了 啊你简直就放屁啊 而且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太少了 而且愿意种地的人也不多 你不节省 根本就不够十四亿人那么多人吃啊 请大家稍安勿赵啊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用来盖高尔夫球场 那么大片土地 为什么我们不拿来种粮食 请你回答我为什么 哎道理很简单 因为高尔夫球场挣钱挣的更多嘛 对吧 傻叉都知道 种地你能挣几个钱呢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结果就很简单 只要粮食够贵 种植粮食有利可图 别说高尔夫球场可以改种粮食了 就连室内滑雪场 我看都可以 哎里面直接公条都带了 直接改成室内种植粮食的这个设施 或者我不夸张的说 别说中国十四亿人了 就是一百亿人 中国的粮食也够吃 只要有市场的需求和资本的利益 把同样类似这种设施 直接给他安在喜马拉雅山山顶上 建一个全封闭横温横压的室内种植场 种粮食也不是不可能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 让我们不能够在喜马拉雅山顶种粮食呢 什么原因 就是成本和技术 那么这两个问题如果得以解决了 那再夸张一点 只要粮食贵到一定的程度 火星上去种 都有人会愿意去 那么有人又说了 哎你经济经济 还火星上种粮食 到时候粮食都贵上天了 老百姓更来不起了 吃个屁啊 那么道理啊 其实很简单 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全民都在参与 火星种粮食的社会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生产力自然会非常的高 那么在这个社会里面 粮食肯定会是普通老百姓都消费得起的 我们来想一想 在拉斯维加斯酒店门口 开门的门童和服务员 他们能不能用得起成本超高的沙漠里的水 或者说迪拜的洗马桶的工人 他能不能用得起用石油烧出来的蒸馏水 可以吗 是不是 那么如果你的工作就是在火星上种粮食 你就是种粮食的工人 那你怎么可能吃不起粮食呢 或者说 我的工作就是在喜马拉雅山顶上种粮食的 或者说是维护种粮食 修空调的设备的工人 再不好听点 或者说我就是给修空调的工人修鞋的鞋匠 既然我选择去当修鞋匠 那么我们之间的这个人工水平 自然有差别 但是不会差太多 那么结果就是 只要参与到这个火星种粮食这种社会的分工 劳动分工的人 那人人都消费得起这个昂贵的粮食 那么这个所谓的昂贵 是相对于你目前这种低级发展水平的社会的人来讲 是很昂贵的 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昂贵的 但是对于未来我们可以在火星上种粮食的这个社会 这普通老百姓来讲 那你真的是一点都不贵 那么这就是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结果 这就是它的魔力 那可能到时候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可能就是环保问题了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么好了 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讲清楚了 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觉得我接受不了 违背了他一贯的认知 或者觉得太夸张了 那么我更简单一点说 当市场有了需求 它贵了 自然就会有人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 会有更多的科学家投入技术 而你只要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分工 你就自然吃得起贵的粮食 资本足利 这就是市场的基本规律 或者说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就好像我们在疫情期间 海外很多国家 卫生纸 口罩 都涨价了 跑到超市一看 哇塞都空了 这怎么办 感觉像世界末日了 但结果呢 更多的人看到 这个现在口罩 粮食 卫生纸有利可图 那就拼命的生产或者进口 很快 超市的货柜就被摆满了 超市的物品 就过剩了 那么只要种粮食 比在南非去开采 赚石 赚的钱还要多 那我相信摩天大楼的楼顶上 都会有人去种粮食 肯定会有人去把高尔夫球场拆了 种粮食 博士研究生毕业了 都愿意放弃 舒适的996的工作 去种粮食 那么这个粮食的产量 它自然就高了 那么当这个产业 有了更多的人才和劳力投入进去 那么经济自然就搞活了 还解决了好多失业 所以我前面说 哪怕中国有一百亿人 也不用愁 到时候国家的资本 它自然会去投入开发 那些不可能种植粮食的土地 也都拿去种粮食 因为粮食的成本只要够高 把沙漠去投入重金 把它变成耕地 也是有可能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 什么室内滑雪场 都改建成粮食种植场 这不是笑话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话说回来 习尊的做法呢 省粮食 少吃点 你少吃点菜 不要做吃播 少卖少交易 那么自然它就降低了 生产粮食的积极性 会导致明年更缺粮食 导致这种恶性循环 其实就是行政干预了 自由市场经济 就和建议把 拉斯维加斯五星级酒店的 水井喷泉拆掉 限制顾客洗澡洗衣服 是一个道理 它只会造成游客不高兴 市场萎缩 导致恶性循环 你不让人家做吃播 吃播不就是比普通人 多吃了几口饭吗 但是它带来了多少经济效益 和周边的产业 解决了多少就业 所以啊 没文化 真可怕 以前啊 我们一直不相信 好多人说大师小学生啊 什么 我们现在真的相信了 一个十四亿人的一尊啊 竟然连这么一个 最基本的道理都弄不明白 那么这个道理呢 学经济学的李克强 我估计肯定是懂的 他听完习一尊的 这个节约粮食的做法 用权力干预粮食消费市场 李克强估计想死 想辞职的心都有了 你让我努力搞经济 你习却在一旁帮倒忙 还整天嫌我经济 倒退的不够快 是不是 顺便说一下 李克强的这个地摊经济啊 听起来是很不上台面 但其实呢 是特殊时期激活经济的 一个好办法 自由市场经济 只要不去干预它就好 那中国的这种什么 城管市政形象文明 不让老百姓摆地摊 其实就是一种严重的 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 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 对吧 国家号召节约粮食 也是同理 所以啊 这个习近平啊 竟是帮倒忙了 都说他是开倒车嘛 所以这个习和毛啊 一样呢 如果你说他们是 政治斗争学的博士 我无话可说 但是你要说到 管理国家和经济学的水平 说他们是小学生啊 绝对也是不为过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 勤俭节约 的确是中华民族的一个 优良传统 但是传统 他说到底 他也就是传统啊 或者从计划经济的角度来讲 你说号召节约 也没什么毛病 但是在今天 自由市场经济的 全球化时代 你还用这种方法 那只能被别人嘲笑 你没文化了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吧 谢谢大家